潮汕中原节诗姑现场惊献令人愤怒一幕 随后暖心大哥传递欢乐 众多网友或许对诗姑这一习俗感到陌生 他源于潮汕地区 是农历七月间的一项传统祭祀活动 活动中 人们通过念佛诵经 超度五主孤魂 并将贡品分发给贫困家庭 这一日子并不拘泥于7月15 讲贡品作为诗姑仪式中的特色环节 甚至有人特制工具参与其中 一段视频记录下诗姑现场的一幕 小女孩初次尝试与一位妇女争夺贡品 或因身形瘦小未能如愿 第二次 贡品尽在咫尺却又从指尖滑落 显然有人故意丢给她 却不料被一旁的大叔抢先一步才助 小女孩的失落与无助清晰可见 此时 一位高大的身影挺身而出 她是正义的化身 她是善良的使者 她就是玉面小白龙幸会大哥 幸会大哥直接将小女孩换至身旁 亲手将贡品递给她 过程中还险些被他人截胡 小女孩为这一小小贡品 仿佛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 接过贡品后 小女孩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这一刻的喜悦 或许将成为她记忆中一抹难忘的风景 无论是十天还是十年 这短短一分钟的视频 不仅映照出某些人的势快姿态 更深刻展现了人间自有真情在 视频虽短 传递的情感却悠长深远 为幸会大哥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